看透新闻玄妙 好时辰 预测时事动向 好时辰 正午好时辰 听郑虚成 铁口之段说新闻 哈喽 欢迎来到正午好时辰 我是郑虚成 明年1月11号要总统大选 目前包括国民党跟民营党 我感觉上 民进党不是大乱斗 民营党是没得斗 因为 很多人说蔡英文总统 目前在炸赌状态 因为根本那个初选 时程定在5月22号以后 再说 不是说5月22号以后举行 那现在这个状况 就有一点 戴清德又有一点被 台语 闽南语和说叫做 盖布袋 看布袋 在打那种感觉 国民党是 目前的状态是 有些人要参与 但是有些人被迫参与 然后呢 现在这个韩国瑜感觉上 这个松动了 要参与 但是他不能主动说要参与 结果呢 现在的状况是 因为韩粉实在是太 太均荣壮盛了 所以让非韩粉人觉得 也心里不是太舒服 所以大家认为说 现在国民党是 有一个分裂的态势 到底要怎么看去这个局势 到底国民党怎么解呢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的是前驻 纽西兰大使 借文集 借大使来到现场 哈喽 借大使你好 谢谢 师承好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对 我想到纽西兰就想到 那个女的总理 在他们发生恐攻之后 大家认为说 她是一个妈妈总理 所以呢 她建籍履籍 因为美国发生枪击案 因为美国那个步枪协会 是个非常大的游说团体 所以 所以她就 反正枪击案就说 限制枪支 到现在也没 结果那个纽西兰大使 纽西兰那个总理 就马上把那种 类似半自动 半自动长枪那种 完全就进去了 说回去 当然我不是要讲这个东西 我是要讲说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我说有些东西 可以马上做到的 国民党现在开放 这个 让韩国瑜就是被 被动参选 然后 包括吴晚会感觉 虽然是有结论 但是我也认为 算是不欢而散 选到底 然后朱立伦 前两天还关闭 脸书账户以后 他不选了 结果他是说 没有啦 我是五一劳动 其实让小编休息 然后人家的解读是说 你在脸书po文 没有人注意 你把脸书关了 才会有人注意 好 你怎么看这一局 我觉得国民党 目前其实表面看起来 好像声音很多 立场不同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相较民进党之下 国民党现在参选的人比较多 当然参选人多 每个人一个意见 听起来就比较热闹 民进党说实话 已经整合的 把别人劝退的 劝退的差不多 就剩下两个 只剩下两位 那不叫整合 对 那叫整人 整人 整得很凶 民进党整得很凶 国民党因为参选人多 而且这些都是高知名度的人选 所以他们的洞见观瞻 随便讲一句话 随便一个动向 基本上是会得到社会 大家很多的关切的 所以大家也很关切 看起来很热闹 可是我认为国民党的整个的整个 这是国民党的总统初选的提名作业 我觉得相当相当的有原则 什么原则呢 就是一定要把最强的 有最这个民调最高的这样子人选 纳入到他的初选程序里面来 这是一个非常符合民主原则 而且是确保能够胜选很重要的 必须要保障的一个原则 所以我对这一点 我觉得我还蛮肯定的 第二点就是说国民党目前的初选 跟民进党初选最大的差别还有一个 也就是国民党现在的裁判 不是不是球员了 民进党现在的 球员还兼裁判 所以你说这场局打下来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想国民党的这个结果 被全体国民党员 却国民 确定国民接受的程度绝对高 因为现在在裁判 吴敦毅吴主席 他自己退出的选拮 我觉得相当了不起 然后他专心来做一个超盘手 来把这场初选做得尽善尽美 可是介大使 我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寒流配然末之能欲 所以造成现在我们的吴主席 吴敦毅主席 国民党主席 就是他把初选办法变得非常有弹性 对不对 就是说你被动来 我就被动把你纳入民调 可是对于其他人来说 会不会觉得说 而且现在全部要搞全民调 所以前两天 这个王金平院长就拿那个 香港那个作家说 我们跟蠢的距离说 你搞全民调 这到底怎么回事 会不会造成一种 党内这其他候选会觉得不公平 那种感觉 其实那篇文章在这个 王金平院长 他拿给我们吴主席看 我就整个念过一遍 看过了 我说这篇文章整个的思路 完全是所谓列宁市政党的思维 他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看 认为说 中国国民党居然把他的候选人的推选的这种机制 完全交给全民而决定 而不是少数党而言决定 是一个很愚蠢的作风 那我要反问说 你今天如果党义跟民意不同的话 你是执着于党义还是执着于民意 一个民主政党 最后是全民投票 民主政党当然是尊重党 尊重民意 中国共产党就是党义凌驾于民意 所以他永远不能够成为一个民主的政党 他的这个整个中国道 也不能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民主的地方 这是很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地方 可是这篇文章基本上就说 国民党放弃了党员投票 是一个最愚蠢的事情 可是说实话 我们如果党员的比例非常高的话 我今天党员占今天我们全人口数的40%50% 我觉得这个党员投票 他有非常强的指标性意义 而且我们整个党员的党籍的整理 党籍的整个党员是独立参 个人参与党员 而不是一个群体群体性的话 那我也认为党意是当然是有参与价值 可是我们看现实 这位香港的朋友完全不了解 我们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内部党员的 这个这个现状 然后完全用列宁市这种 自上而下政党就是主导国家民意的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写了这篇文章 我觉得这个作者才是很蠢 那所以这一个文章 我在之前我就看过了 那我觉得拿出来 质疑我们这个 现在的国民党的主政者 我们的这个吴敦英主任是非常不公平的 大家要好好看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把它从头念到尾 你就知道这篇文章多偏差了 他只有那个题目聪动 其他内容 我觉得完全违反民主政治 民主政党的基本原则 所以我对这篇文章好 我是非常非常保留 介大使这样这么说吧 这篇文章或许不那么值得参考 可是王金平把它拿来秀 秀给这个吴主席看 会不会也表达他的不满 这个对不对 不满的情绪 他的不满 当然我可以了解 因为这个游戏规则 一直在变化当中 可是问题就是说 任何的决定 我们要看他的程序合不合法 现在这个征召初选 还有就是说用全民调 这是国民党最高权力 结果中常会做的决定 他的合法性是在的 他不是一两个人做的决定 他是绝对合法的一个决定 你怎么来质疑他呢 另外一方面 需要党章的规定来讲的话 事实上全民调或是三七比 就是说七分民调 三分这个党员投票 本来就有弹性的 本来就不是一个绝对性的规定 他是可以挪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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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自己本身正在参选 这个大安区的立委初选 我对现在党纲里面 有关这个初选 我也有做过深入的研究 所以我认为没有任何不对 我觉得党中央有权力这样子做 而且透过党这个中常会做的决议 那当然合法的 所有党员应该遵守 而且任何的党员 我觉得在选举还没有开始之前 就撂一句话 就说我参选到底 这种话事实上最好不要说 我想是激起反感 而不是让大家感觉的 而且整个民调来看的话 王金平也不过10%左右 那他不是主力 现在的主力说实话 是韩国瑜跟郭台铭两位 那他们两位加起来 已经超过六成 甚至七成的整个民意支持 对话 我不认为将来的选举 一两位候选人 像王金平会想来 会造成什么样大的影响 最后的影响的结果会有多大 我完全质疑 我现在寄望于这两位 目前民调最高的 一位是韩国瑜 一位是郭台铭 他们两位保持君子之争 接受民主政治 最后给予他们的一个结果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就非常好 而且全民调事实上 说实话 基本上的话 以现在的统计科学来讲的话 当然大家很多质疑 可是以统计学来讲的话 我是相信统计学的 那基本上民调能够在世界各国 尤其先进国家 风行了这么多年 他是有他的科学基础的 所以我觉得民调 以我们现在台湾的民调公司的水准来看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政党决策也好 或者说一个初选结果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工具来看 我觉得是有他的公正 因为民调 现在大家在讲说几个调整的重点 第一个是要不要全部用 所谓的室内电话 这种电话线的问题 就是会 因为民调自己都在讨论说 现在要不要打手机 所以像这个有的媒体 像类似像东森新闻 他们开始用所谓的纪委90民调 手机 甚至好像还有包括网络之类的 包括这个电话 感觉上也蛮准的 那第二点就是 这个民调 有时候像您要选这个大安区的立委 我记得国民党的当初市议员初选民调 有人投机取巧 一个看板不挂 然后很少数人在画面上 结果买电话线 据说国民党现在是不是有人在搞这个事 我不知道 就真的买电话线 结果买电话线 他第一高票 第一高票 我不要说哪去 第一高票 这个被提名为市议员候选人 结果在整个大选里面 输得非常惨 因为是买电话线的 所以很多东西基本上要防止那种所谓弊端发生 这个民调里面也是有吊诡 还有一点 接大使 就说你全民调对不对 有些人说好啊 我就投给那个 那个第三名第四名 或是甚至您懂我的意思吗 就会觉得说 到底这个民调怎么样去 有人说要类似三层 可能要排绿民调类似这样的 到底怎么样民调 您会觉得比较准吗 稍微广告之后再来谈 好 哈喽 欢迎回到正午好 我是郑诗 今天非常高兴请他前驻纽西兰谢文及介大使 来谈谈这个国民党目前这个党内互打的情况 我刚刚讲到在广告前讲到民调 讲到民调的准确性 这个工具非常重要 那方式也很重要 还想到有人会作弊 用买电话线的方式 那怎么样去避免这些弊端呢 这个您 市城你刚刚提到那个case我也听说过 因为那个民调 基本上一个民调公司打1068个电话都打实话 他不能打手机 那可是参加民调人可能有15到20个 哇 那样本数相对 样本数就相对少 所以他可能很少数的这个支持的电话 他就可以获得提名 那像如果说是这个全国性民调 像这个样本 就是说这个受这个民调的人数少的话 这种情况 这种买电话线就没有发生 没有办法发生作用 另外一个就是说反对党的人来灌票 对啊 这个是一直都在传言 可是我觉得 以现在任何一个政党 他没有办法公然做这种事情 而且在我们越来越多独立选民 独立判断的选民越来越多情况下 这种事情有可能有 可是影响会非常非常的小 这是我实际的观察 我实际的体验出来的 所以虽然我听了很多对民调 有问题的这种说法 可是我自己亲身体力 我还是对民调很有信心 另外一方面 要不要用这些网络 或者甚至说手机来做民调 我觉得上技术上可惜 可是法令上不太可行 因为这四话的话 基本上的话 你大概都是中华电信的 对 所以他资料可以很 四话百分之百中华电信 没有其他 对 那你其他的手机 说实话 你这每个手机的电话 你还签到各支 还有不同的公司 你是不是能够完整的取得 所有四话的资料 这些部分都还是有技术上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可行 可是目前的状况下 是不是行得通 我觉得这个民调公司应该最清楚 不过基本上 我觉得即使是目前的做法来讲的话 我也觉得是 对我来讲是相当准确可以接受的 那这么说好了 这个技术性的问题 或许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可是那个现在有费函不投的 有有函不投的 然后甚至有包括支持别人的 国民党过去不团结是有历史的 这是分裂是2000年分裂 对不对 然后包括当时的那个台北市长选举 也是分裂 最后让陈儿勉得力 可是那现在请问一下 目前的状态 杰大使您认为说 现在包括韩粉跟非韩粉之间的 这种局语 甚至变成 有人认为说 这个国民党的选票 有流失的危险 你认为要怎么样整合 让大家讨厌民进党 现在大家说去年这个九回旬时 讨厌民进党 让那个感觉再回来 而不要到最后变成说 我讨厌韩国瑜 我喜欢韩国瑜 我讨厌郭台铭 我喜欢郭台铭 到最后结果很麻烦 现在我其实我在这个街头 因为我从事竞选的关系 我当然在市场车站 很多民众都主动来跟我谈 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总统 都主动来跟我讲 很多人就明着讲说 你知不知韩国瑜 我前一阵子 你知不知韩国瑜 我说他民调最高 我当然支持 他说如果不是韩国瑜 他就跟我讲说 如果不是韩国瑜 我就不投了 我也不投你的立法委员了 韩粉在我在街头看到韩粉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 都只有蓝的 我觉得中间选民 还有些潜绿的 都支持韩粉 都是韩粉构成的一部分 都支持韩国瑜 他是跨了党派 跨了族群 跨了很多的 这些对他的支持是真正 我觉得是打心里面的喜欢 因为他认为是他们跟他们 我真正了解基层民众 新生的一个政治人物 跟过去所有政治人物 都不一样 这是他们的感觉 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这一次在处理总统出选的时候 一直不敢放弃 韩国瑜的原因 也是要考虑到一点 韩粉 韩国瑜的支持实在是非常的多 而且是非常忠心的支持者 而且如果他没有 最后没有在选举候选人名单里面 很多票会流失 我觉得很多票会走到柯P的身上 所以柯P会余翁得利 余翁得利 可是郭台铭先生一出来以后 包括我的一些朋友 我有一些朋友也说 他觉得他现在支持 是郭台铭郭先生 目前这个最重要的挑战 就是说所谓的全民调 然后征召初选的这个方式 能够维系下去 还是过程中不要拖太久 我觉得现在我听李哲华 李主委他讲的好像在六月中 就要把这个初选办完好 我觉得是蛮好的 蛮好的 这个整个时辰 我们要早一点确定 不能像民进党那样子 我说他们不叫初选 他们叫初不选 他初不选 5月22号又再说了 因为裁判兼球员 裁判一直要找一个时机 让他自己胜球 少林足球 球证旁证主审 主办单位都是我的人 这个时候你就看到 谁是真正民主政治 民主的一种 一种信仰者 你不要在关键时候 把民主这个信仰 把民主的原则 就丢到一边去 我觉得这个是全民 大家都插了一样 已经在看 谁是真正在身体力行民主的 而不是拿民主当做一个工具 当做一个招牌 有利的时候就拿民主 不利的时候 民主就丢到一边了 所以很多民进党 党内的很多人 现在在退选的退选 开骂的开骂 对不对 开的会 里面对骂的对骂 然后支持赖金德的现任立委 还都 党内初选就中箭落马 叶宜金 不是 介大使 我这么说吧 我认为我们这个蔡大总统 他胜选当然是一回事 他最重要是党内初选不能输 输了之后 开玩笑 等他们党内初选完了 他要帮赖金德辅选 然后被人家笑一年 你这连候选的资格都没有 我觉得我们蔡大小姐 可能这个心理受不了 我觉得这种中华民国 你知道我们宪政史 开始选总统 没有人是不连任 而且不要说不连任 连那个候选人资格都没有 如果连这种事情发生 我想蔡大总统受不了 可是作为一个中华民国国民 我认为就是说 是蔡总统他的感觉重要呢 还是民主政治的完整 还是民主原则的尊重 还是对于民主政党的一个坚持 这个才重要啊 因为这是您的感觉 跟他的感觉就不一样 跟我们的感觉不一样 我想大多数应该跟我比较接近 对不对 我们要的是一个体制 我们奋斗了这么多年 有一个民主的体制出来 我们有民主的精神 我们有民主的价值 不能毁于一旦 为了一个人 为了一个人 为了一件事 所有的原则都抛开 常常一个制度 多少年累积下来 多少人奋斗的制度 就是一个人把它破坏掉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那个一个人 自己要拿出自己的良心出来 对 他要对国家树立一个典范 民主政治除了 他非常强调是程序正义 因为他是多元价值的 一个体现者 多元价值没有说你对我错 可是大家要照为游戏规则 最好的游戏规则 真的是应该球员不要兼裁判 球员兼裁判是就已经 就已经让人家质疑了 然后那个裁判又玩得这么明显 对不对 那你说你是一个民主政党 你是一个进步的 那哪一点民主了 哪一点进步了 因为这件让大家画下 两个问号不是一个问号 对 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 我不是太喜欢 可是我觉得他们对民主的坚持 我觉得应该以表 比如说2016 上一次是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 那时候政权在民主党手上 那时候后来 这个川普是共和党的 可是后来你看他们的普选票 比这个选举人票 完全差了两 就是这个夏瑞在普选票 赢了好像200多万票 然后在选举人票输给了川普 可是人家还是照样认输 对不对 不会说 哎呀这个差了200多万票 这个我们来要重新检讨 对不对 没有啊 美国欧洲 先进民主国家 都是非常尊重程序的 对 其实在初选阶段 说实话 杀到建谷 不会比我们台湾的初选 对 那个建谷还骨头都断了 你像美国共和党在初选 民主党在初选 那是杀得到建谷 真的 可是 选完以后 大家就团结一致 对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中间所有的程序 正义都被遵守 程序正义 如果被人践踏 或者放到一遍的话 就没有法治 就没有民主了 真的 所以 从这个来看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目前这场初选 在吴敦毅主席的主持之下 基本上还是有理有结的 我觉得还是循着一个原则 循着一个程序在走的 所以我对于他的最后结果 我是乐观的 而且虽然像王金平这个院长 他说坚持选到底 那请便 那请便 事实上他能够造成的结果 我觉得是有限的 他能够影响大局是有限的 最后现在已经看起来 就是看出来就是韩国瑜跟郭台铭 两强之争 那我认为他们之间会保持一个君子之争 那我也请他们的两边的支持者 都好彼此这种恶意 不要做恶意的攻协 而是就事论事 做一个君子之争 比较重要 好 我们稍微休息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郑武好时辰 哈喽 欢迎回到郑武好时辰 我是郑诗诚 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 请到是前这个 驻纽西兰大使 借文及借大使 来谈谈国民党的初选 那谈了总统大选之后 我其实更关心的是明年 1月11号 国民党能不能在立法院过半 不是国民党能不能在立法院过半 而是说我觉得民进党 在立法院过半之后 那个对于整个司法的 我认为叫践踏 已经超乎想象 就是我想过什么法就过什么法 我不管什么信赖保护原则 军工教 我认为说你要破产了 我就要把你的钱收回来 可是对于劳保来说的话 我又补助200亿 然后呢 这个我要我要搞死国民党 就什么党产条例啊 然后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或是转型正义条例等等等等 甚至连这个老蒋 这个这样的 蒋介石这样的人呢 我也要 用立法来说 他是一个 类似那种 对台湾没有贡献的 一个魔王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 不是民主的机制 那接大使 您要选大安区的立委啊 明年 您认为这个立法院呢 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过去国民党啊 给人家感觉太温良恭敬让了 民党通过了法案 好好好 那就算了 然后甚至 我讲难听的那个 当初那个 那个 克刚的变革 把他变成一个 有点接近台独克刚 把这个日本 把日本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光复 叫做中战 那个时候 大家认为 他是一个 非常不好的占领方式 怎么会叫中战呢 根本就是抗战嘛 然后对 日本人 对台湾的人杀戮 好像 也没有很 很去 很去这样子 去论述 你怎么 你觉得立法院 未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立法院 应该扮演一个 促进我们社会团结 这样我们社会往前看 国家往前看的一个 最重要一个机构 可是过去三年 你看立法院 基本上 他就是制造混乱 制造对立 制造冲突的一个 最主要的 货源之一 我想过什么法院 就过什么法院 想过什么法院 而且他没有前瞻性 比如说他很多 都是回顾历史的事情 他从历史中间 去炒作一些议题 然后 最后得力的是什么 是选举 他要在历史上 立体上 为他的选举 来做出一些贡献 这些对我们的社会的团结 有没有进步 没有任何的进步 没有任何的贡献 对我们社会和谐 没有任何贡献 说实话 我们过去 比如说 我们讲所谓的转型正义 我个人觉得 已经发展的这么成熟的一个法治民主的国家 中华民国 有什么转型的必要 有什么转型的必要 我们政党又不是第一次轮替 我们第二次轮替还要转型吗 而且我们法治这么完备 对不对 你今天有什么冤案 错案假案 你都可以透过既有的正义的 我们的国家的司法体系 去追寻 你认为某一个团体 或者某一个个人 他的财产得之不易的话 你可以去举发 你靠现行的法律 通通可以得到司法的正义 为什么要特别立一个条例 这个条例还设立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居然是行政机构 兼具司法权 那不是不民主也不进步 既退步又反民主 我觉得这是最不民主的 就说你如果对国民党不满 他的党产哪一个是 你就举名 对就要指明用司法的途径 不是我立一个法 我规定你的党产全部是违法的 只要是涉及你的党产 或是你附谁组织 我全部要收回来 这叫独裁 这叫专制 这是用民主的方式进行专制 我觉得不管对国民党的民主党来讲 不能用立法的方式说 超越司法 我就立你 你就是违法 那这跟过去我们说 这些极权国家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部分我觉得 我对国民党过去立法院的表现我也不满 你事实上的话 这也是我愿意参选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 因为你过去民进党也是少数 可是他很多事情可以 把国民党的多数 把它主研下来 为什么过去三年 我们看到国民党 虽然不是少数 可是也有几十席的立委 这完全毫无招架之力 不但是战略战术没有招 理论跟他的论述 他的论述也是毫无招架之力 这才是我要站出来 今天参选立法院的原因 我觉得你都讲不过了 对不对 还有什么好说呢 对不对 这个过去让民进党 把整个国家立法院变成民进党 国家立法院变民进党的立法局 让他们为所欲为 所有造出来的结果 全民来承担 所以我觉得今后立法院 国民党一定要想办法拿回来 如果让民进党 这是民进党第一次拿下立法院 做出来的成绩 大家有目共睹 国家一片大乱 整个民主法治的基础 从基础上被他深深砍了一刀 这一刀到目前让我们流的血 到现在还没有流进 我们国家受了多大的伤害 现在又要搞什么假新闻 又要搞什么一大堆 做了多少限制 我们宪法赋予我们人的 中华民国公民的权利 基本权利 现在通通被立法院 一条一条一件一件的 来限制来剥夺 这些事就是民进党主导的 立法院所干的好事 我们所有的人民的人权 过去我们是一个人权自豪的国家 民进党的三年是一个黑暗期 我们的人权被打军公教退休军公教的财产权 也就是他们延迟给付的工资 居然被一个政府用非法的方式 没收砍到三层 这个三层说实话 以全世界来讲 没有一个政府会这样做的 而且是一个明目张胆的非法作为 他靠着什么 靠着就是他立法院的表决部队 所以立法院 民进党 我觉得是一个没有良心的政党 他没有真正相信信仰民主 信仰法治的党员 如果真正他有这些信仰民主 信仰法治的这样子的立法委员在里面 他也会站出来反对的 因为他们做了太多明目张胆 违反宪法 违反基本人权 违反基本法治原理 违反民主原则的这些立法 为什么他过程中 他内部没有任何反省的力量 任何没有任何的内部的这种制衡的力量 这个政党太可怕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要站出来选举 我可以做我的外交官 我可以在纽西兰做我的高高 我做的我做外交官 最后来讲 天高皇帝远 我现在我辞出来 我竟然回过头来 我不是说我对民进党不满 我对国民党也不满 我对国民党的立法院 过去三年来 这样子的被人家用推土机 一推过去 毫无招架之力的这样政党 我是不忍做事 所以我要站出来 我也呼吁 我们今天我们国家里面 大家好有良知 认为自己还有能力替国家做主事 都要站出来 不要默默的在里面接受 作为一个沉默的大众 这个时代 在民主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有什么觉得 我们想说的 我们想做的 就站出来 像我一样站出来 该说的就说 该做的就做 我们对国家还是要有这份心意的 我觉得民营党更夸张的 就是我们一些独立机关 公平会放在一边 先不讲 NCC 然后还包括中选会 NCC是苏元昌讲说 你这个怎么没有作为干嘛 然后NCC主委就走人了 然后中选会更夸张 我们独立机关的第一要务 就是不能有党籍 结果他 那个苏元昌提名 那个叫李静勇 你说不能有党籍是吧 那我退党就好了 那我们还要什么独立机关 我们独立机关主要 形同 形同巨文 我觉得这个是在践踏我们独立机关 你知道我一直在写文章大声级 后来国民党有作为 就是在初选里面 当然还是过了 可是他们还是在立法院院会里面 就开始抵党了 那当然初审过关了 我一直说 你怎么好意思提名李静勇 李静勇那个时候 在云林县长输的时候 还说 哎呀 在自己的 这个自己的故乡 输掉 然后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故乡的土地特别柔软 不合规定嘛 过去三年多民进党政府不合法的事情 真的是四个字 庆祝难书 我们以这个外交部的人士来讲话 口一哥 完全 完全违法 他问题他就敢这样做 那现在说实话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五权分立 没有三权分立了 我们居然立法院把我们的把我们的考试委员砍得只要三个 因为里面很多声音跟他不一样 对不对 还有什么五权分立 三权分立 说实话 我们所谓民主政治最重要的check and balance 就是制衡 现在中华民国有制衡吗 没有 我们连司法的公信力大家都已经质疑了 司法有什么公信力 今天我们有一个贪污犯 对不对 他现在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有一点很一个基本原则 就身体好了就回去嘛 大家知道他都可以到处啪啪造 连瑞士都在质疑说 对不起啊 你这案子不审 我这个绑在这边的这个几亿几亿几亿 我怎么办呢 对不对 美国是最不喜欢贪污犯的 美国是对于贪污犯就是 陈水扁在美国的财产 美国就给他开拍卖了 对啊对啊 你贪污所知就拍卖了 钱还给你中华民国政府 因为你这个钱是全中华民国国民的钱 对 人家不但自己国家身体力行 你外国出了这种贪污总统 我也照样制裁你 是 对不对 结果我们今天贪污犯居然可以啊 啪啪照 然后我今天 我今天在这上一个司机朋友 还跟我在谈 也在谈这个事情 我说这就是 这就是鼓励大家好 贪污 另外一方面呢 我说今天在监狱里面 关了很多人 年纪可能比成 我们这个贪污犯年纪还大 身体比他差 差 那他们为什么不难保外就医呢 不行 为什么别人不行呢 如果他行的话 我们今天监狱里面 搞不好一半人都可以保外就医出来了 另外他出来的时候 特别签了四点 不能够参加 不接受访问 不谈政治 不从事政治活动 四点他都写下去了 签了名了 都做了 全部都做了 那中华民国 还有什么信心来说 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 一个国家 只要有一个人 不要说十个人 八个人 只要有一个人 他是不受这个法律 所拘束的话 这个国家就不能称作法治国家了 尤其法律 在西方的法律 各位去研究英国的这个法治系统成立的时候 他不是来拘束我们基层的百姓的 法律是来限制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让他不要用他的权势来欺负弱小 这个是法治国家 欧美法治国家 成为法治国家的最基本的动力 最基本的方向 他是要让上面人的守法 所以他才要法治 我们基层的小老百姓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什么权势去抵抗 抵抗这么强大的法治系统 法律就是要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产生效果 这才是法治 那今天中华民国 我们有个贪污犯 就因为他做过总统 所以大家不敢惹他 他就明目张胆的 把你的所谓法律踩在脚下 还吐三口弹 这是什么样一个法治国家 糟糕 好 我们稍微休息来 继续回到我们的最后好事件 今天一天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是我游戏 我就一起在一起 哈喽 哈喽 欢迎回到正午好 我是正事成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事前 中华民国驻纽西兰大使 介文及介大使 我们从国民党的总统党内初选 谈到立法院 介大使您为什么 我如果是外交官 我说如果是我的话 因为外交官的待遇还不错 然后纽西兰也不会发生什么大事 在那边做挺好的 你看我们在日本的谢长廷 在德国的谢志伟 对不对 甚至口一哥 那个薪水都高得不得了 都不得了 那不是一二十万 那不是一二十万 那个是如果加上他的 这个加级跟这个待遇 还有他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费用的话 可能要 我不要讲数字 因为我们不懂数字 可是是非常高薪的 纽西兰我相信薪水不差 你怎么那么想不开 其实基本上有点不忘初衷 就是说当时会选择 从事公务工作 还有境外交官 是有理想的 那可是这几年来 你看到公专业 被排挤到已经到边缘 专业没有声音 没有影响力 有政治权利的人 才不把你有专业 你看那个那个 那个苏处长这样子想不开 我认为就是政治践踏专业 然后最后他要负全部的责任 我觉得这就是这种感觉 还被像退休军功教 还被拿出来再砍一刀 对 说你们是米虫 对 其实这些事情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当然我也不是说 什么是富贵如浮云的 不过我也对所谓的富贵 我也不是看那么重的 我觉得人生要过一个比较有价值 要符合自己良心的一个一种生活 那既然我也在政府里面工作这么多年 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 也从来没有终止过 而且我看到世界国家 大部分国家都在进步 就我们中华民国 就往后退 对还不是原地踏步 是往后退 往后退 那我在 可能我们在 一直在台湾不感觉 可能你越到国外 你看的话 你对比之下 你真的很忧心 有的时候很生气 那说实话 这几年民进党政府一上来以后 做的很多作为 我觉得会让我们国家 走向一个灾难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如果站在政府提振 我能接受他的命令 那我觉得这个角色扮演 对我来讲 跟我替国家 这个国家 替这块土地 替人民服务的这种 贡献心力的 这个最原始的 参入政府工作的这种想法 已经抵触了 所以我要转换跑道 那我认为今天说实话 在中华民国最有发言权 最有影响力 是所谓的 所以英文叫elected post 就是说你必须要有选 被选出来 选出来 你讲话有他的影响力 你有你的发言权 所以我就既然这样看 我就出来选举 那我出来选举的话 我说实话 我是既无党派 我虽然是国民党 我也没有什么派系 我就是一个也可以说像素人一样的人 我也没有很强的党派观念 我想的都是国家 我想的都是全民的利益 我也没有任何这种派系 或者财团 任何都没有 所以我选举完全都靠自己 完全靠自己 我觉得非常自豪 那我这次第二次我在基隆选了一次 我也觉得很自豪 基隆那时候是市长 市长 那个时候因为时间太短了 那大安区是我的从小出生长大的一个家乡 那我对他很了解 那这次蒋乃馨委员他又不选了 他要退休了 那我觉得这个机会我就好好来把握 那我我的选的方法就是说 我还是跟群众要站在一起 我觉得选举是一种街头的活动 在街头上你才能够听到真正的声音 我每次站在捷运站前面 看到来来往往的云云众生 我都会感觉到他们的内心想的是什么了 想的是什么 你看得这么透彻 看得很透彻 而且我们社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二天我站在街头的时候 我就可以感觉到群众都有所反应 所以这个社会大家其实是一体的 那都被这个政治 被我们社会发生事所牵动 看来你跑得蛮勤快的嘛 就是你会去市场 你会去这个街头 你会去捷运站那边 对因为我的一个学长跟我讲说 你要选举 他说选举你就是一个street fighter 你不要坐在你的办公室里面 想象出你的世界 你的选情 你要亲自跳到那个游泳池里面去游泳 那我就接受他的建议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街头 那虽然我的经费很缺乏 我的我的这个专 我的这个我的助理 我的这个整个团队 也是新建立的 因为我们的选办法 党内初选是不能还不能募款 还不能募款 除非是变成候选人才可以募款 但我也不相信真正就是说 扎银子就一定可以 可以得到民众的认同 可是初选基本上 它是一个知名度之战 所以我也尽量在知名度 所以我的脸书啊我尽量发表文章 还有公车广告 公车广告 那个是那个是让我的退休金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冲击的 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家人 尤其我我我内人 他愿意呃成全我让我去 真的真的 一般人会说你干嘛 你花这么多钱 对不对 党内初选 然后到时候选举也还要花更更多的钱 对不对 可是我我因为在美国待过 看美国的选举哈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会倒吃甘蔗 我如果说我将来能够募款的时候 如果募不到款的话 在美国来讲的话 你募不到款候选人你就自动退选吧 其实国民党这次党产被整个查封 并不完全是坏事 他会可以出现像韩国瑜这样子候选人 他基本上完全靠这个小额募款 这就比较接近民主社会了 因为我们的社会 大家愿意把钱 尤其我们的一般的平民老百姓 愿意把钱拿出来 表示我们对公共事务 对国家事务有关心 这个社会已经慢慢成熟了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那美国的选举常常就说 这个候选人退出了 退出了因为他募不到款 募不到款就表示没有人要支持他 他的理念 他的个人的形象 他的个人能力不受到支持 他就退出 很简单 那这次国民党只给了韩国瑜12万好事 据我了解国民党以前的选举 不是这样办的 他是一种top down的 自上而下的选举 就说他们之下市会给多少 可能几千 然后这个一般小的会给多少 看人口数 看他的职位大小 这个可以赢一两次选举 长期来 他一定是丢掉政权 因为民主政治必须要button up 要从他要接到地里面 从接地的水分跟养分长起来 不能从上往下灌的 所以现在国民党在转型 出现了像韩国瑜这样子 人民愿意去支持的 所以我这次参选 虽然我是素人 我其他的竞争 可是我也觉得 我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跟肯定 现在街头已经有人认识你了 蛮多的 超过我想象的多 超过我想象的多 我前两天有把我的十大证件 也公布在我的脸书上 回应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候选人最后还是要看 你有什么证件 你有什么条件 你有什么证件 我们是一个商品 要放在那个货架上 让人民来选 要买还是不买 那当然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上到那个货架上 或者说你的广告做得好不好 也是一个很 可是我还是相信 所谓substance 就是你的本质是什么最重要 我觉得我自己31年外交跟经贸的实战经验 我进立法院可以给立法院立刻做脱胎换骨改变 我认为立法院 你刚刚问我这要转 我说他应该是推动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火车头 所以你会进经济委员会 如果你选上的话 立法院有个好处 你每个委员会都可以进 可是你只能 比如说有些 我比较 每个委员会你可以进去做 你可以去列席 可以去咨询 但是有权利的 比如说能够决定法案的 我比较喜欢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项政见 我就讲台湾打造全开放的自由经济岛 因为说实话 我们虽然加入WTO 我们认为我们很开放 可是我们跟很多国家比 我们在经济的四大元素 所谓的人员 资本 服务跟货品的流通上面 这四大基本元素的流通上面 我们慢慢在落后 我们认为我们很开放 我们不开放 比如人才的招募上 为什么台湾人才都被人家吸走 人家有招募外来人才的机制 人家很开放 我们有阻挡外来人才的机制 我们是在阻挡 大陆人还有三线六部 对不对 人家优秀人才 想要台湾工作 不要不能来抢我们的工作 我就这种非常贬侠的观念 这里面有很多既得的利益的团体的问题 那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刚刚说过 我是一个素人 我没有任何的包袱 我进去我就照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没有任何 了解 利益团体可以绑架我 所以我觉得我进去 真的可以做点事 好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非常谢谢我们的前台湾驻 纽纪兰大使 借文及借大使来到现场 当然请继续收听的DJlex 和主持人POP国际线 欧美航班 我们正午好时辰 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